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梓棠,在這個環節,繼續有Stan Miu在這裏 Samuel,你好 Hello,梓棠 我都提醒大家,有沒有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你204-6566,問一下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追蹤問題電郵,去到ASK-BS-CHANN.COM 或者WhatsApp-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有多準直播,大家可以開播,和Share的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小龍,大家看一看,港股最新走勢 恆指跌56點,26295點,國企指數跌23點,9443點 大市成交暫時983億多 五間總結的時候,問Samuel說一下 簡單再說一下,可能有些人現在才開始看節目 簡單說一下後市的看法 如果看指數來說,恆指暫時上網的目標,仍然看著 整個7月尾,7月26日做了一個裂口頂部的位置 即是說捉著26,800 亦都在說,8月11日做了那個單日高位的位置 這個水平暫時是基於,你說科網股 開始走勢明顯轉強了,而且資金流方面 北瑞昨天也大量買回騰訊和美團 所以希望靠著這兩隻比較大的重磅股 開始升上去的時候,慢慢幫指數 騰訊今天也想嘗試修補7月23日的裂口位置 所以整個走勢,比起恆指來說 是更加利好,或者更加強的 暫時恆指,你見到,都是開始想嘗試整個裂口的頂部 但你說騰訊,其實已經開始回補之前的裂口了 所以就這一輪的時間,基於你說那些科網股 真的叫做開始向上肌肉突破了 所以就變成指數上看,開始可以叫做看得比較樂觀點 但是你說見了其他一些比較熱炒的板塊 例如你說一些新能源,或者你說一些發電相關的股份 其實都仍然是一早已經破頂,或者都是貼著高位的 所以暫時,你說要撈貨的 純粹就看看會不會這一堆的科網股 或者可能你說之前比較低撐一點的 今天的表現有些不錯的賭股 開始叫做可以考慮一下 之後那一輪的時間,有條件去接力 令到的事情,下一步的目標 基本上都是望回26,800左右的水平 賭股都可以繼續接力嗎? 你剛才聽你說的 的確,你說剛剛你說政府出來的消息 就可能你說開始放寬回大陸人去到澳門旅遊 所以導致整個憧憬開始叫做回來了 如果你說真是放回自由行的旅客去到澳門的話 那就避免了過去這半年,或者過去這差不多一年 是一路以來有個憧憬 但是你說在人流或者賭州方面 沒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如果你說現在真是通關的話 這一堆都算是在估值上面比較低殘的賭股 之後要升那一輪的情況 都有些條件的 銀魚 今天開始就剛剛叫做 嘗試著突破一個比較長期小小的阻力位置 剛剛好其實就是摘著54 如果你說拉回比較長一些的區間來看的話 就會叫做摘著整個長期小小的下降軌道 如果你說這一輪的市況 令到你說這堆的賭股 真是叫做成功突破到這些短期的阻力位的話 向上reway的那個機會 或者那個向上網的水位 都會叫做比較高一些 所以大家不妨都可以叫做留意一下 這類型的股份的錢 是不是真的叫做這麼熱炒 或者你說開始叫做實施通關之後 我相信大家的氣氛 又會叫做變回好一點 如果真的駁通關 另外有一隻1299 雖然他91元爬上來 爬到3元多上來 但是如果在香港這邊通關 因為現在最重要是說那個來講義 那些人本身有幫 就在疫情期間就說 看看有沒有一個憧憬 就是大陸人下來買保險等等 如果這個概念 1299可以不可以呢 還是到這些位置又到訂了 等它滾下去可能91元 才再駁多兩三元 又在一個range那裡炒一下呢 其實這些位置我覺得駁的話都可以的 因為你說去到 友邦近這一年 或者你說去到大半年 直至去到6月底的話 它的股價可以叫做 捱得住九十幾元 主要的因素其實都是叫做 中國大陸那方面的增長 或者復甦的勢頭 算是叫做比較強一點 所以其實大家都已經price in了 香港的業務縮得很嚴重的一個情況 或者那個預期了 如果你說現在這一段的時間 真的叫做開始說回來 那些內地的旅客 或者那些居民 都可以叫做上來香港買保險的話 可以叫做提振香港那方面的業務 但是你說如果 某些地區 可能在國內已經叫做開放了 給友邦去營業的話 可能那些的業務 都會叫做分流上去 中國的業務方面 所以現在這個股值 捱著你說九十幾元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為了 香港的業務沒有什麼增長 或者都是叫做屬於疲弱的階段 這個預期算是叫做打底的 所以如果你說炒一些通關的消息的話 向上望那個空間 會叫做多些 反而你說 很難會叫做出這些消息之後 令到股價突然之間叫做跌穿 九十塊 這些之前說 或者說九十二元 就是說之前 你說整個月做了那個低位水平 所以我覺得 這些水平都可以叫做直撥 接下來就未必會只是走過 Range Bound 如果你說真是 實施到這些通關的消息 或者你說 來港的人數 真是叫做有幾千 開始叫做升得比較多的時候 我覺得突破Range Bound的機會 都會叫做比較大 好 另外有些人就問 金金就問石李文化工 很厲害 其實第二天這樣爆上 今天就升一成八到 九一毫半 消息層面上面就有些研究報告就說 大陸那些製冷製 那個價格升得很誇張 主要就是那個供應 或者是原料短缺 影響整個那個供應 外貿訂單 也都是繼續有一個需求在數 這些又行不行呢 第二支足 追不追得 會不會好像一八九那麼瘋 現在追都未遲呢 即今日的高位是明天的低位 暫時如果你說以他們預算的那個盈利增長 或者你說他們現在那個化工品的價格 拉回雲里文化工的那個估值 其實都不是叫做貴的 你說比起189來講 現在暫時李文化工 應該是貼著大概13至15倍PE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叫做可以炒到 好像東岳那一堆的 他們那個估值 都已經叫做回到30倍 差不多叫做20幾30倍流上 所以就變了 你說要上網的那個空間 的確是叫做有的 但是你說近期這兩支足 真的叫做爆得比較多一些 算是叫做升得比較急 所以就 如果你說要追的 唯有就等它 好像剛才那下午的時候說 你說這些的位置 一直都沒有貨的 突然之間選擇高追的風險 會叫做比較高一些 就唯有望它一兩天 看看可不可以 叫做出一點點整固的形態 你說到時候 再去叫做考慮吸納 剛剛你說今天來講 整個RSI都已經叫做升穿了80的水平 算是叫做有些超賣 但是呢 你會見到過去這一輪的時間 即是說八月中 或者說七月頭的時候 曾經向上突破了一些高位 都沒有試過叫做升穿80的 所以這次買入的動能仍然是叫做強 也都沒有見到一個 RSI頂背池的狀況的話 變了之後那輪的聲勢 其實是有望可以延續到的 所以 唯有就是你說要等它回回一點點 才叫做再考慮買 相對來說會叫做比較合適點 唯有你說看著 之後那輪的時間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向下 做一些整固 或者嘗試一下補回之前的裂口 捱下去 你說八個二左右的水平 這些低位 看看可不可以叫做站得穩 所以 沒有貨的這些位置追 風險比較大一些 想等它搏的話 就可能再多一兩天 看看它會不會嘗試輕輕回補一下 剛剛做了今天的上升裂口 之後才叫做再考慮 一路長渣下去 好啊 另外呢 現在這些 之前都沒有人提到的 一些股份這樣爆上 另外還有一些電力股 我們下午的時候 都有說到的 但是家庭觀眾 就是最想知道 這樣升法 應該設定目標價 好像八三六環電力 或者是龍園九一六很勁抽 我不知道他們有貨還是怎樣 問目標價 有貨當然開心 就是你這個 我經常都說是幸福的煩惱 現在這樣升法 你只是想一個目標 看看多少錢賺 阻礙他而已 代了下袋子而已 你自己又怎樣看呢 吃點 留點放風箏 是不是一個好的玩法呢 一半一半 我覺得你說拿的比率 其實可以叫做再拿多一點 上一個星期 都跟大家提過 譬如好像你說 9月6號的時候 看著潤電 你說在高位回下來 大概一成左右 都有人問過 是不是真的叫做已經 見到一個頂 或者叫做見到一個散水的情況 但是你說 雖然上一次 真的叫出現了 RSI出現了少少的頂背池的 第一步的現象 就是港鎮市的RSI 未超過80 但是股價已經叫做高出了 7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的高位 所以其實輕輕有個頂背池的狀況 但是那時候也有強調過 就是如果你說之後 不是叫做出一些很明顯的 陰燭 或者出明顯的跌市回落的一些現象出來的話 未是叫做可以確定到頂背池的狀況 所以變成你說這一兩個交易日 都是叫做靠著 慢慢叫做退上去 之前那些高位水平 所以你說一路向上網的話 或者你說整條十天線 都算是處於一個比較明確的聲勢 我覺得駕駛上去那個機會 或者那個方便性 會叫做比較大一些 在這些水平才叫做突然之間沽的話 都很怕自己會叫做落錯車的 目前你說淳電 或者可能農園 他們自己的估值 其實都是大約約11-12倍PE 變成他們在一個可再生能源的 業務的佔比上面 保持著擴大 而且在火電的業務方面 剛剛上星期提到 有一些叫做星期一提到 有一些叫做可以加大那個部分市政府的門站價格的一些消息 所以就變成這兩方面的業務 無論是火電也好 還是可再生能源也好 都可以叫做炒上去 所以這一段的時間 你說純粹真的叫做自己可能會有些資金流 想買其他一些比較低估值一些 或者說一些比較低殘一些的方望股 可以叫做減少一些出來 但是就不建議 這些位置完全走了 除非你說真的突然之間跌穿這條十天線 整個上升軌很明顯結束了 那才叫做決定 否則就很容易 好像上次星期一星期二那樣 你說出現一支叫做比較高一點的上映線 馬上走了的話 那今天都有機會是 未必是叫做沽得最美的位置 所以持貨我覺得都可以叫做繼續保持 好 繼續不如回答一下問題 有家庭觀眾打電話來 盧先生在電話旁邊 盧先生你好 Hello 盧先生 是否想問股票 是 你好 你好 是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399…3369…3393…3396 聯賞是嗎 蛤 是不是聯賞 是呀 你多少錢買呀 有沒有貨 我現在未有貨 未有貨 想買 好 亂想 17.2 今天回分3%下來 看看幅圖 在高位有個調整 現在這樣下一點調整下來 可不可以買 可不可以博這個 純粹一個健康的調整 剛剛他出來那份業績 整體的收入可能升兩成多 但是你說整個股東應佔入利 升六點幾倍 相對來說都叫做比較多一些 他對於他旗下的一些投資 譬如說先進製造和專業服務那些的升幅 算是比較多一些 所以他們今次整份分布業務方面 除了你說金融服務方面做得比較弱點之外 其他整體他們的股值上面 都有個很明顯的拉升在這裏 所以就變了你說這一輪的時間 他們在業績上面的確是叫做一個突破 但是你說PE本身他們都是處於低於10倍以下 對於他們那個向上網的空間 都會叫做比較大一點 純粹你說剛剛叫做突破了 叫做之前那些高位上到去17.5樓上 那麼RSI都出現一個超賣的情況 所以就變了需要叫做等它 可能叫做再回心一點點 才叫做再去考慮 目前來說這兩天真的叫做開始出現十字星 而且你說開始出回第二支陰燭 整體其實他們的成交量方面 都是叫做縮閘了一點的 所以就不是很見到 有個很大量的沽盤獲利回吐的情況出來 所以就變了暫時回一回 你說拉上去做一些後抽的情況 試一試你說9月3號那些高位的頂部位置 即是說16.5樓左右 那才叫做考慮吸納 除非你說之後那個形態變差 如果你說之後那輪的陰燭 真的叫做完全回補了 9月6號那支陽燭 做了一個黃昏之星的形態的話 那就考慮止洩 所以你說可以買價的水平 大概是16.5樓左右 然後你說止洩的位置 拉上去16元左右 就避免它出現整個黃昏之星的形態 有機會滾回到15元邊的位置 回補下一個裂口 好 多謝盧先生的電話 繼續回答Youtube上面的問題 Tony今天就吃了1799 轉買了2137 43元買的 薄它破頂 這個做法可不可取呢 跟現家差不多 43元買42.7元 現在就是騰勝薄弱 可以不可以呢 這個玩法 暫時 B股的股份 都比起一些傳統的承約 就是說你說可能Maya M7 或者1093 相對來說叫做比較好炒一點點的 而且你說可能 整個形態上面 都算是比較偏強 所以就有條件 可以叫做繼續持續 暫時你說其他的 技術走勢方面 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 見頂回落的跡象 或者都未見到一些 背遲的現象的話 剛剛今天才叫做破頂 接下來你說繼續向上望的機會 都仍然是叫做高一點 所以就 不需要叫太擔心了 好 繼續聽聽電話 方小姐電話旁邊 方小姐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謝謝 我想問一下1053元 我2.06元才買的 看看怎樣操作 2.06元還是2.06元 2.06元 2.06元 好 現在賺錢了 現在回一點點下來 策略部署上應該怎樣做 今天一些 鋼股和安鋼那些 大約有2% 重鋰鋼鐵就有些 大約1.7% 但是其他 2600那些繼續有得升 大陸的那些價格繼續向上 鋼鐵股那個做法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你說鋼鐵股 或者一些基建類的股份 近這一輪 都是炒著 今個星期準備會出的 哥舍用的數字 所以就看著 你說內地的一些地方專項債 會不會叫做加速發行 你說剛剛 7月份 8月份 其實都未是 叫做 發行超過一半的quota 所以就預計 第四季開始 真的會叫做發得比較多點 對於整個基建的板塊 或者整個行業的需求 都會叫做拉升到的 所以昨天 一支叫做羊竹升穿了 你說近期的阻力位置 就是說去到6月尾 或者說7月尾的時候 其實都曾經是碰過 兩個一兩個二左右的水平 就開始叫做回落 但是你說剛剛昨天叫做成功突破了 而且你說成交量方面很明顯顯著有擴大 所以就一路拉上去 向上望那個目標 就會變成下一個的橫行區間 就是說你說 5月尾你說整個6月頭的時候 曾經做了幾次的頂部 開始叫做回一回 就是看著你說 兩個六這個位置 可以叫做視為一個首要的目標 暫時來說 整個形態上面 都是處於保利加通道 向上突破 或者叫做向上延伸的一個形態來的 所以就暫時 未需要叫做太擔心 或者未需要去想 是不是叫做立刻需要顧著 除非你說 本身自己目標 都是叫做賺一成幾兩成的 那現在現階段來說 你說除自己兩個零六先 都已經叫做差不多一成的 那就可以叫做減一減 但是你說 在形態上面 其實有條件 再向上望多些少的 另外有人問 如果安降和2600 你會怎樣選擇 如果要二選一 我覺得都會叫做選降會 會叫做比較多一點 那雖然你說 旅業近期的旅價 都是叫做保安頂 但是你說 可以炒的一些空間 或者那些理由 都叫做出得七七八八 唯有現在就是 仍然叫做炒 你說對於降財方面 接下來可能會叫做 有個比較明顯的需求 那這些是處於一個 基建類的板塊 可能會叫做加速發行 一些專項債的一個前提 所以就變成了 兩隻你說中國旅業 他們股價現在都叫做衝頂 算是比較偏強 但是你說 向上摸那個頂的機會 都叫做比較多一點 所以退而求其次 我覺得你說可以駁這個星期 出一些整個社用的數字的話 可能安降會比較合適一些 好啊 另外有人問 阿Kym就問一隻一八八八 建篤即層板 是不是再起動呢 現在可不可以上車 升了百分之四 這一隻近期都算是叫做 偶得比較長一點 但是你說那些 複圖面板基本上那個需求 就不是真的叫做有個太大的負面因素在這裏 純粹就是那些錢在不同類型的資源類別那裏 輪著這樣炒 譬如你說見到一些銅相關的 或者你說可能汽車類相關的 個別都會叫做 開始慢慢叫做升上來 所以就變成了 這一輪的市況 我覺得都仍然有條件 支持這類型的資源類的板塊上回去 那當然你說 都見到有部份的錢 開始叫做 退出來 是叫做買一些 比較低殘一些的科網股 但是暫時它的股值 或者你說它的股價上面 又未是真的叫做沖頂 又未是叫做 見到一個很貴的回落 令到別人需要叫做 吐一些錢出來 去買一些其他便宜的板塊的話 那我覺得它的股價上面 仍然都算是叫做比較便宜的 所以 剛剛你說挖著這些頂部位置 就是說你說整個八月底 九月頭的時候 都是叫做碰了十五個半左右的水平 但是你說剛剛開始有些少回落 但是你說今天那個頂 其實都是叫做高過 之前那幾天的那個頂 所以就可以叫做再觀察一下 行為一個小孩 那是一天的 那是一個小孩 在那一天的大約 就算是一天的 那又是一個小孩 那是一天的 所以你說它們 那是一天的 那是一個小孩 那是一天的 那是一天的 你說看他們自己整間公司的估值 拉勻其實近期都不算是比較便宜的 你說預測的PE 開始叫做超過80倍 所以就變了這一輪的時間 純粹叫做跟回它的鋁價那個上升的位置去炒 但是你說鋁價會不會叫做升得過急之後 又有些你說可能傳出限價 或者你說可能對於整個庫存量方面 可能叫做有些消息說不可以團職居期 這些消息有機會令到鋁價開始回回來 但是暫時來看如果都是叫跟著鋁價上的話 基本上股值或者股價上面 都是叫做唯有望著一些整數的關口 我覺得你說六個半相對來說叫做比較近一點 就唯有你說望著再升多 大概你說可能6-7%左右 變有你說現階段6.39% 你說乘回大概差不多8%的水平 就是說你說捱著6.9% 直到你說7元左右 剛剛好都是一些整數位 這樣就可以叫做考慮和利退一點出來 你說再升多一陣 其實都已經叫做開始出現一些超賣的情況 剛剛好今天RSI都叫做貼著80左右這些水平 之後有機會做一些整固的格局 叫做比較有機會多些 始終你說這一輪 由8月底開始大概4個幾 開始叫做升到上來6個幾 都叫做升了5成以上 所以就再考慮向上望的升幅 都只能夠是駁它升多 你說7-8%左右 好啊 另外呢 阿甘甘就問了 2208它之前短炒了一段 現在還有沒有機會又再入場 又再炒過呢 我想它都是短線為主而已 2208 我覺得有條件 因為你說暫時都是處於 這一堆新能源剛剛才叫做起步的 其中一個階段 而且你說比起股價來說 就是說今天下午提過的一些 新能源概念的 譬如說大銀新能源 或者說另外那幾隻的 新能源概念 新天 新天綠色能源 都是叫做比較落後一點 暫時距離破頂的位置 都還是叫做差一個多左右 所以向上望的目標 變成再升多一成 一成多 就是你說黏著 駁它上去頂的位置 其實都不過份 那還要想一下 之後有沒有條件 繼續沖上去頂 就是你說創一些 你說這幾年的新高 所以就暫時這些的位置 我覺得都仍然是叫做有條件去搏的 你說要炒或者要追落後的話 金峰在股價表現上面 的確是叫做比其他的風電股 叫做比較落後一點 除了它們可能在純粹叫做整設備上面 這個墊比叫做比較大一點 可能會擔心你說鋼材的價格 有些少的壓迫之外 其他的業務方面 整體向上望的機會 都會叫做比較高一點 所以要拉股值的話 現在去追我覺得都可以 很多人不斷在問 一些 什麼含含含的目標價 其實整體來說 大家都知道的 現在炒電股 新能源那些 有貨的目標 或者策略 你會總結一下 給大家參考 逐個逐個這樣問 真的很難回答你 星市莫莫頂 莫股頂 的確是 你說去到 剛剛叫做穿上 整個即市新高 或者說整個歷史新高 才叫做個別的目標價 就叫做比較難估 而且你說可能在股值上面 就是我們說一些 盈利預測的上調 其實公司自己都沒有 這麼快給到一個guidance 所以你說對著一些 摸頂的股份 視乎自己有沒有貨 有貨的話 盡量設定即市高位 假設回單日 回6%下來的話 可以叫做考慮 假設它是叫做 即市見頂回落的情況 但好像剛才下午提及過 大唐新能源 如果它真的叫做比較強一點的話 其實都很難回落去 2.7或者2.6 給你馬上買回來 也都是即使被你撈到的話 你都會叫做害怕的 看著它們的圖 你說可能如果高位回得比較急一點的話 有機會出現一些射擊之聲的情況 所以就純粹看看 會不會高位回得比較急一點的時候 開始叫做減遲客 8.36會是其中一個 比較明顯的例子 就是過往兩天 升得比較急一點 但是回一回下來 但是這個形態 都未代表真的叫做見到頂 即是你說可能高位 曾經叫做回 一成下來 但是過去這兩天 都開始叫做拉上去 所以你說要估頂的話 其實真的叫做比較難些 但是基本面上 其實沒有太大變動 選擇一些問題來回答 2013 SARS股 昨天有問過 對方說 就是這個想法 那些7000 新經濟股 又走回回去的時候 廣州又似乎OK 起碼2600這些位置 站得還能再往上搏 雖然那些SARS股 雖然反彈了很多 但又可否跟著7000的勢 又翻走一段呢 暫時它的勢是相似的 可能是跟著 其他科網平台那一堆 升幅都比较多 當然它自己在低位彈上來 即是九個幾個彈上來 其實也算是彈得比較多 算是彈得比騰訊多 但它們自己的估值 可能拉長遠來看的話 其實也算是壓縮得比較厲害 本身大家預期它們的增長率 或者盈利的增長 應該是要多過騰訊 甚至乎多過美團那些 但近期見到業績出來 算是對板 所以就慢慢移上去 基本上向上望的機會 如果大市炒回騰訊這一堆股份 其實它又沒有太大的負面消息 一直以來拖著它的負面因素 就是擔心騰訊的一些用戶 它們自己的私隱政策 有機會被內地干預 就可能不可以 即是一些科網平台 不可以用一些大數據去猜測 或者去影響一些消費者的選擇 對於你說一些微萌這一堆的 本身說到 可能主業都是打一些智能的廣告 或者說一些精準營銷 如果你說去到完全不能用到 客人的自己的用戶數據 或者它們的Cookies 對於它們的本業 影響得比較大 但是你說見到 現在的消息算是比較正局一點 所以就有條件 慢慢叫做拉升上去 做股值的調整 這一輪的市況 都是唯有跟著 騰訊那些股份的走勢 一路摸著石頭過河 剛才我們見到文革4 8.3 走了 又想炒多一圈 水泥股也是一些 升上去 然後又回一回的股份 已經走了 那個位置都很漂亮 然後走了 想再進回場 行不行 還是可以再貪心些 讓它回多一點點 這一堆的資源類 你說水泥方面 其實都是同樣地 炒基建那些的需求 所以就駁它 你說這個星期 都是慢慢出一些 社融的消息之後 我相信下一輪 都會叫做 退回一些水泥股上去 暫時你說 可能除了煤炭價格 叫做比較高些之外 就沒有什麼 一些太大的負面因素 會叫做影響著它們的成本 所以你說可能48個多 沽完 現在其實都已經 省回大概4%左右 基本上可以慢慢 叫做考慮一下 分段入場 而且你說第一段 買回來的 就盡量不要叫做 之前那個 沽出的存額 所以那個防守性 或者靈活性 會叫做比較多些 你說第一段 你說可能試回 之前那個 9月3號的頂位 其實你說碰完46.3 左右的水平 見它不穿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 叫做考慮第一段 然後下一個 假設你說真的叫回得 比較多些的頂位 就變成你說 看著整個8月中 做了一個頂部的位置 你說44.5至44.6左右 可以叫做做第二段 目前他們的技術形態 其實算是比較強的 10天線和20天線 都是叫做升穿了 變成比較長一點的 100天線 開始做了一些比較中期的 黃金交叉 所以今天回 成交量方面 又不是叫做擴大很多 我覺得 你說要回得很深的機會 都不算是高的 所以就 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如果你說 想買回來的話 可以叫做考慮分兩柱 如果你說 之後那輪再試多次 46.3都叫做站穩的話 可以叫做考慮第一柱 然後你說 碰到整個8月中的頂部 44.6左右 44.7 可以叫做考慮再買回第二柱 策略很清晰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金金都是問 好像956這些 爆了上去的時候 就問還有多少水位 都是剛才的說法 如果你真的要止讚的話 就在頂部 如果即日回回5-6%下來 就先吃了一點 都是這樣做 整體都是這樣 說到1811 中廣核新能源 就問 今天是射擊之聲 走不走好呢 射擊之聲 算是少少 但是你說去到 頂背池方面的因素 暫時就未見到 你說拉回整個8月來看的話 整個RSI 都是處於一個最強的水平 當然你說拉回去到 長遠一點 6月的時候 曾經試過出現雙頂的情況 亦都有個 開始叫做見頂回落的跡象 但是暫時來看的話 這些的因素 未是叫做好反映到 在剛剛這一天的表現上面 所以你說 握的話可以叫做繼續握上去 新能源股和剛才的概念一樣 都是叫做一路向上摸 你說 是不是叫出現了一些 食擊之聲 或者你說可能短期 高位回一點點下來 就代表整個聲浪完結 其實整個板塊 都仍然是屬於比較當炒一點 所以就變了 你說之後那輪的時間 除非他們真的叫做 回得比較深一點 或者你說成交量方面 開始叫擴大 否則來說 如果要害怕的話 其實你說去到 九月六號 真是叫做 高位回落 出一支十字聲 都開始考慮 它會不會叫做見頂 但是昨天來講 又有一支羊竹 一路走上去 所以就變了 這一堆的新能源股 盡量你說 要估它摸頂 或者可能他們那個整體的 上網的目標 都是叫做比較難一點的 就唯有 即使入的話 或者去追的話 考慮一下你說高位回落 即是叫單入回落 開始叫做設定一些 可能你說減遲的動作 唯有之後那輪的時間 都是叫做一路握上去 好 這樣搭了很多問題 Samuel 有沒有持有上上頭的股份 都沒有 好 麻煩Samuel這麼詳細的分析 我們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 前面